一下交流一下 我们的这个电影 你坐那么远干嘛 你们两个 没事 没事 对 他跟大人在一起可以 对 不能是他单独的一个 未成年人不能进直播 不能上直播 对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那个 保护未成年人 对 他把未成年人去演出 对 好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电影 它本身是讲了两个魔术师之间的一个 恩怨情仇的故事 对 然后互相斗智斗勇 对 一个 对 然后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 其实也促进了他们自己的各自的这样的一个拓展 他们俩本来是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年轻的时候 对 然后后来因为 因为把那个 不用了 不用不用不用 对 我是拿着这边有这个麦 对 对 对 他们大家他还有一个麦是吧 当然他们发言可以用那个 放中间 这样会好一点 那样的声音 放在中间一起 对 对 但是离得比较近 说话声音大一点 就往这一边 嗯 这个拿下来 因为他后来他俩为什么 那个 就是因为那个 他妻子表演那个 溺水的时候不是死了吗 对 被淹死了 然后他那 然后他就问他 他说你到底绑了一个什么样的结 然后 你如果是绑的另外一种叫什么双蓝结 可能就 那个道具是不让他绑那个结 你绑那个结到水里可能就结不开 可能会淹死 嗯 然后但是他们为了挑战这个达到效果就绑了 嗯 但是他就问他 他说你到底绑的 那个 他说 我不知道 嗯 他为什么不知道 我注意的 他是双胞胎 不是他绑的那天 哦哦哦 他们俩 他们俩兄弟是双胞胎 他们共享一个 一个魔术师的身份 一个是道具师的身份 他们俩是一个道具师嘛 一个叫 Fallen 对 那个Fallen是道具师 那个Fallen是那个魔术师 然后他俩 他那天是那个人绑的 哦 所以他不知道到底绑的是什么 嗯 然后这个人就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们俩 他认为是好兄弟 嗯 那你怎么 把他自己的气质害死了 他就一直想报仇 其实 实际上是他自己杀了他亲戚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 他的双胞胎 就是他的对手是一个双胞胎 就是他的那个 他的另外一个兄弟 对 他另外一个兄弟 其实他以为是一个人 哦 你以为还是他一个人 但他垫最后最后才最后才告诉你 但我也没有想到最开始那个打结的问题不是他本人 不是他本人 嗯 那那个人是故意的 那 故意的 就是想害死他 对吧 啊 那真正版的那个人他是知道的 知道 他知道 知道 他知道 对 对 但是这个事情 他 只能这个人来背锅嘛 他 他来承担 他两个人过一个人的 一个身份 就像他说的话 他说 哎 那你岂不是挺风光的 他说你以为风光 其实 还有承担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 那个人的手指被那个 被枪给打掉 那个人故意吭他嘛 他把那里头 他本来里面是空枪 空手抓子弹是假的嘛 他手里早就弄了子弹 那枪里头没有子弹 然后那个人故意的 放了一个子弹 就把他的两个手指打断了 打断之后 他另外那个双胞胎也得把手指弄断 才能演得逼真 对 然后因为他们 为什么受这个启发 是因为他们在 年轻的时候看 学了那个中国魔术师的 那个表演 那个叫成莲什么那个 他 他里面这个故事 他为什么这么去演 他整个电影本身 他是也产现了一个 魔术本身的一个特点 他这个老头 最开始说魔术分三部分嘛 对 先是弄了一个那个 按住腾唱 就那个 那个过程的 他整个电影里头也是这样 他要展现一些真人给你 让你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电影本身是真的 比如说 那里面的那个 中国的那个表演魔术师 是真实存在的 当年在英国 就是 对 在一九零几年的时候 是有这么一个人的 当时 对 而且当时是两个人 那个中国真人是姓金 叫金什么王朗 金什么什么 一个魔术师 是中国的 徒手 便于刚嘛 那后来在当时 有一个欧洲人 去模仿他 那个欧洲人把自己头发也剃了 然后也梳上辫子 然后也穿上长帮马裤 说他是 他是中国人 然后他有一个东方的魔术 其实他是就是看穿了 中国魔术师的魔术 那个人姓程 就是他后来说 他跟那个姓程的学的 然后呢 结果姓程的在英国也表演 然后那个英国的 中国的魔术师姓金的 也在英国表演 然后他们俩还打过官司 结果中国那个魔术师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 没有去法院开庭 没有去应诉 结果就那个姓程的 其实他是假冒的 他是个老外 但是呢 因为他去应诉了嘛 他就赢了 对 所以说在这个电影里头 他穿插了 把特斯拉也穿插进来了 他把那个姓程的 那个魔术师也穿插进来了 他让你感觉这个电影 像是一个传记片 像一个计时片 其实这个电影 特斯拉不可能去做一个 而且那个东西 也没做出来过 但是他把它弄得 好像是真的一样 因为他里面加了 这个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穿插进来 所以这都是他的道具 其实都是为了让你感觉 他这个电影 那他整个的电影 其实就是他这三个阶段的 一个再一次的这个重复 还是再一次的强调 就是三个阶段 就是一个 对 暗度成昌 然后风云突变 对吧 对 最后要那个人 对 还得回来 真的这个 就算回来 然后这里头呢 他 就是这个 他用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那个 就是特斯拉那套装置嘛 可以把它传送出去 但是每天他也很痛苦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要被淹死的 那个还是 对 哪个是他 对 哪个是他 对 因为特斯拉最后没 他会出来两个人 就是特斯拉那个装置 那个是核数嘛 对 他本来让特斯拉给他设计一个瞬间移动嘛 他想模仿那个瞬间移动 就是从这个门从那个门出来嘛 人家是双胞胎在表演 肯定一下就出来了 他就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人咋做出来 不是那么简单 对 他觉得这太 太low了 这 这 这 不是 关键他认识那个人 他看到从那个门里出的那个人 不是一个提身 因为他跟那个人太熟了 他俩是兄弟从小一会玩大的 他能看到从门里出来的不是一个提身 而且那个人的那个表情 那种炫耀 就是告诉他 你看你看不出来吧 那种 他是能get到的 就别人get不到 他们俩逗了一辈子 他是能get到那个点的 那个就是那个人 不是演员 这是让他实在是想破脑袋 也想不通 他是怎么做到 从这个门进来 瞬间又从那个门出来的 然后他就找特斯拉设计一个仪器 让他能够通过特斯拉的装置 让他瞬间移动 结果那装置没做出来 他以为没做好不奏效嘛 结果那东西没有让他瞬移 但是能瞬间让他复制一个 在另外一个地方让他另外一个粉身出来 出来了一堆帽子嘛 还出来了两只猫 一开始实验以为失败了嘛 帽子也没消失 然后猫也没消失 其实都跑到外面 大雨队里出来了 出来了一堆帽子 两只猫 这好像复制人的一样 这后一次看的时候就看懂了 对 最后才进化 所以他说的那个痛苦是不知道 一下就分成两个 对 他的分身是到底是死于枪 还是死于水淹死的 对 是的 反正 死到哪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 他每次都出来两个 他要打死 用枪打死一个嘛 那后来他就设计了一个装置 就是弄了一个水嘛 每次都要淹死一个人 对 每天晚上 他知道他一定会去来偷这个东西的 他早算好吧 因为他知道他也破解不了 然后根据那个人的性格 他一定会来偷学 他去哪里偷学 只能去后台 去魔术师的后台 看看他怎么弄的嘛 他算好他一定会来 他只要来 他一定会被弄上谋杀他的罪名 因为那个人是真死的 对 所以最后一幕那里有一堆的水箱 对 一百个水箱 他要搞一百场演出嘛 一场不多 一场不少 他要死一百回 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他为什么那么有钱 他好像有用不完的钱 他风光过很长时间 他那个就是他表演的时候 他 就是他的那个 他们俩在当时就是 就跟现在的什么大卫科布菲尔 什么那个什么世界顶级魔术师 那个级别 就世界级的那种魔术师 对 虽然他俩表演不了 那个空手便鱼缸 但是他表演别的还是挺厉害的 便鱼缸那个 那是那个老 对啊 练了多久啊 他为了演变异缸 他要平常走路都要假装成一个瘸子 故意挪肩腿 对 他才可以做到 而且那个力量要非常大 他要把那个东西 用腿把它抖到桌子上去 同学们抖抖 腿抖的 对啊 他人员是抓了一块布 然后平常来了 对 他想是要那种方式嘛 但是 但是你的两只手不还在这里 还在外面抖吗 对 他这个好厉害哦 对 他需要反复的练 反复的练 他就把夹在腿中间的浴缸 能够抖到那个桌子上去 然后就 两个腿其实都已经畸形了 对 长久了 对 然后那个事件启发了 那个 那两兄弟 那两兄弟双胞胎 他觉得魔术师就应该这样 对 说哪怕我这一辈子 只能骗你那么一秒钟 我哪怕只能骗你那么一伙 哪怕我们用了自己的那种 付出 牺牲 但是能让你一假乱真 让你不知道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 还是一个虚幻的世界里 那也是值得的 这是他们俩的 对魔术的这个认知和理念 而另外一个人 他其实也是 何尝不是这样 他居然弄出自己两个分身来 每天干掉一个自己 然后才能持续下去 对 那个被淹死的确实很痛苦 没那个法官去问他 说被吊 被吊死的感觉 被淹死的感觉 那那个双胞胎 其中有一个最后还死掉 死了 死了 对 对 被就吊死了 他最后不是说 那个我的人生全都给你了 是 就是这样 其实他们俩是 一个是双胞胎 是天生的双胞胎 一个是通过特斯拉的装置 每天生出一个双胞胎 但是他必须当时就杀在你了 对 要不就传胞了 就说他会很痛苦 对 痛不欲生 痛不欲生 然后那个双胞胎呢 他不用每天杀死一个 但是他每天 他只能有一个人出来 另一个人就 就不能出现 然后 他的那个妻子死 这个自杀的也是真实的吗 他妻子是杀 是真实的 真的 真的是真实的 然后他就问他 他说 你到底爱我 他说不是你爱不爱我吗 他说今天不爱 因为今天不是那个人 不是那个真正爱他那个人 对 他说今天不爱 他那意思就明天 那个爱你的人就出来了 今天是我 我 但是对啊 他另外一个又跟那个东西 双胞胎了 对 另外那个喜欢那个 对方的那个助手 他也没说谎 他没说谎啊 一直都没有说谎 一直没说谎 他那个 也没说谎 也没说谎 带身份的这个本身就是个谎 所以女人就受不了了 嗯 一直觉得在被蒙患中 他肯定能感觉到吗 一个女人 两个 对 他就崩溃了嘛 他就 他一会儿忽冷忽热的 今天是爱他的 明天是不爱他的 然后后天又还是爱他的 就这么轮换 这个女的就崩溃了 惊分了是吧 对呀 他最后就自杀了呀 他实在受不了了 他那个日记是他们互相看了彼此的日记 然后那个日记是故意写的 对 撒谎 对他前面那个日记是假的 就故意骗他 让他去 他其实是把他骗到美国 根本跟特斯拉没关系 让他滚远一点 让他滚远一点 对因为他在英国演出嘛 对 说你不是想知道我的这个魔术的秘密吗 那我就假装 让那个 对 骗他的 对 骗了一个假的日记 假的秘密 然后 告诉他特斯拉才是 让他跑去美国找特斯拉 结果特斯拉好死不死 他还给他整出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来 让他 这就是他的这个 让人家看得比较混乱的这个 这个点 对 但是他其实 在电影里面的 很多的深意就是说 到底人生 哪个身份才是你 哪个别人 别人认为的你 和你自己认为的自己 到底 以哪个为主 就是被 我以为在那个 那个水刚里死掉的那个 是他之前 请来的那个 我也以为 以为是那个 因为我以为 我以为就这两个 他化了中心吧 这个 难想到也 对对对 就死了一回 以为就死了一回 是吧 不知道他每天都死 我以为他是把那个 他的那个提身 提身淹死了 对对对 淹死了 他就为了陷害那个人 就想报复嘛 他觉得做了这么多功课 其实就不就是因为觉得 你朋友又被害了 那个前妻又被杀 就觉得这一系列都是主导 都是来自他嘛 所有的愤怒肯定都在投射 觉得他所拥有的都是他悔的 就做这样的剧情 就还是有点肤浅 容易猜得到 对 结果他更狠了 因为他出气的那个 他的替身是什么下落 替身后来 我也不知道他后来 不重要了 因为他想 对其实他已经猜到那个 那个人家的谜底了 就是找一个替身嘛 然后他就 他就觉得太简单了 他觉得不是 因为他看到那个人 从那个门出来 是那个还是那个人 他觉得这个不对 对他不知道 主要是认得他那个手指 他认手指 也认认 因为他 他看的那天 可能正好是那个人出来了 就是那个 你知道吗 就正好进门的是那个人 出来的正好是 他的那个对手 那个 真正那个人 所以说他就 懵了 老师那他那个 那我还没搞明白 就是张志给他绑着 就是那个淹死的 那个那个女孩 他给他打了那个结 他到底是故意的还是 是双胞胎 其中的另外一个是故意的 所以就问了第二个的人 他就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到底绑的什么 因为是另外一个人绑的 是他的双胞胎兄弟绑的 那双胞胎兄弟绑的 那个结 他应该是知道 他打不开那个结 还是 他换了一个 不能把那个结 对 他换了一个 不太好解开的结 就是解开的难度很高 他就是故意的当时 但是为了挑战 对 就是为了想表演的 更吸引力嘛 当时他们 其实那个道具是 就建议他们 不要用这个 不要用这个 但他们非要用 其实他们俩 在对魔术这件事情上 都是挺 挺狂热的 挺下本的 就是他的那种 视为他毕生的 要追求的东西 不惜一切的 要去 把最好的魔术 呈现给世界 这是他们俩的 这个执着的这个点 而且他们俩 对 就他们俩互相斗的 这种过程 其实也激发了 他们很多潜能 对 否则还没有 那么多鬼点子 这些想法 一个一个冒出来 对 有两句话 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说 那个 彭总 其实 他只是 他也是想要被骗 对 对 然后 就是说 我们逗了一生 逗了这样子 但是其实就是为了博取观众 那么一个展示 一个笑 对 对 就是为了他们那个表情 是的 对 他那句话 最后那句话 其实就道出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就是我们明明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又不愿意相信 我们宁愿意相信 被骗 我们宁愿相信 这个世界就像我们认为的 三位世界 我们从出生到死亡 这个过程 然后有个人爱我们 我们也爱某个人 然后等不等的 这些爱也恨 情仇 我们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自己在演戏 都是自己在创造 都是自己在导演 假装入戏 对 但是我们就是 假装是真的 然后形成那个刺激 对 对 就愿意被骗 而且说 他们是为了观众的 那个笑和掌声 对 然后像我们就是为了钱 对 为了别人 别人说你好棒 你好优秀 然后就开始 发好人卡 对 发好人卡 开始表演 就开始 哇 就不惜付出自己 所有的代价 对 毕生的东西 就是为了表面 表面的那些东西 别人的东西 观众也愿意被愚弄 自己也愿意被愚弄 他在愚弄观众 然后观众在愚弄他 然后互相的 演出了这样的一场戏 对 为了把这个戏演好 对 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也在所不惜 对 就我们人生 就是感觉就是这样 就我们知道了 世界的真相 你也不愿意相信 对 对 对 那个影好大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 但其实还是 忆忆忆不住的 要去抓 大家都认为 好的那个东西 对 就像我们学了 这些 灵性的知识 赛斯的资料 和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我们仍然不愿意 去那样去生活 就像阿凡达 你说生命都是个残疾 我是没有看你今年新的 以前我看过 如果我是他 我说我也会不去 对 那当然了 我也不想在生命中 还是个残疾人 还不能自理 我也想 我的灵魂像这个 那个另外一个维度 很自由地翱翔 可以上天入地 我可以体验各种 人对心生美好 这种感觉 他也不能 他也没有对错 但是他的 其实是说的 是不是人家说 人生里就是 你看清了真相 但你还要热爱 这个生活呢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有的人 他就看清了 但是他还是留恋于 这个 就这个戏嘛 这个剧 就像这个电影 他想阐述了 它的最深的那层含义 就是 人们愿意被愚弄 这句话很扎心 但是确实是 就是愿意被移动 很愿意被移动的 背后是那些感觉 但想说那个过程 就是他前面 他前面举的例子 就是一个 那个过程 其实也是一些 各种乱你採取 乱你採取的各种 对啊 就是那个过程 让你带来的感觉嘛 就是你中间 一步一步的这个东西 就还有对感觉的 那种追求 是怎么讲 其实也是 不同体验的时候 感觉的追求 是的 它的体验 如果它有一个说 跳出来的 就是那个 那个清楚的 自己能出戏的 那个高我 再看的话 它就是可以 非常热爱这个生活 但是如果说 你这个热爱生活的 这个高我 这个东西 它没有出来 你就是在体验 你就先往前 投入进去 没有收受 对 就像是活的 一死五活的 对 最后它觉得 不像这样子的结果 是的 最后这个男主 就是死掉了 被他枪杀这个人 他讲得很对啊 对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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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清醒了嘛 他才知道 因为所有的这一切 不都是 他自己 他们都能 就是人家说 坐上他们的那个 那个像里面嘛 对 但他们也很喜欢这个像 人家瓜也 也很喜欢他这个像 他们这个像 都是他们彼此 都是享受这个当下的嘛 是 就他们享受这个当下 他们就创造了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一生也觉得 哪怕就像演戏 就像人家说 周星驰很多人采访周星驰 每次把周星驰那个笑 什么哈哈 每次一笑 说我错过了 如果我从头再来 会不会有那个 紫霞仙子 对吧 错过了 最爱他的人 包括现在单身 人家又在采访他 这个年纪 你是否 那当然是错过 你不能从没有错过 那肯定是错过的 年轻时候肯定是爱过的 但是他那个时候 吃到但做不到啊 到这个他这个年纪了 快六十了 或者一个人单身的时候 说爱你有没有对你 人生本来就是遗憾的 怎么会能没有遗憾呢 对 我们回来刚才说云丹的那个点 就是说 感受是不同的 对 但是你在不同的层面上 可以去感受 不同的事情 就是说你愿意在 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去感受 也是可以的 但你看穿了 你不想在这个舞台上感受了 你换一个舞台 感受 也是可以的 也是 我就觉得就是 所有的事情 抓我们的都是那个感受 要是因为从心理学上 说有些人 他之所以更自律 更成功一点 是因为他那个延迟 心理满足能力比较强 对吧 但是 但是我经常 比如我今天早上 就很深地体验到 就是我在 我本来是要起来做动态静心的 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好想好想睡觉啊 然后这种感觉 是你想睡觉的这种感觉 好 那一刻好友好友吸引力 对 虽然在理性上也知道 就是可能如果做动态静心 我可能会更满意一些 或者是所谓的收获更大一些 但是 但是那一刻其实 那有些人 可能我就在想 就是那些 就比较能够自律的人 他就可以延迟 他的那个感觉的满足 选择做动态静心 然后我就我就 我就觉得我经常是我当下 就要满足我的那个感受 所以我经常就是随着 当下的这个感受去了 嗯 然后就没有做到很多我计划 大部分我的计划都网路成 就是我当下这个感受出来 我就当下去做了这个东西 嗯 然后其实其实现在说 这个这个代表我跟当下吗 也不是 就好 我现在看到的好像是 就两种都没 是没有好坏 比如我体验多了这种 随时都满足我的感受之后 但是其实我又没有办法 完成我计划完成的那个事情的话 嗯 我有时候我就能切换到 就是当下的这个感受 我先不满足去去做 忍受一下这个所谓的 不太好的感受 然后去做一些 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是是不是 就这两种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做动感静心 具体来说 做动感静心来说 因为如果假设有一个人 他他能感受到 比如说动感静心 就像每天给他自己的能量 再给他去增加能量 或者是去让他的身体更健康 比如说有的人 他是有身体疾病的 或者说他需要提升能量 能量不足的 他会感受到中间的好处 我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例子可能不是那么恰当 就举例子来说 比如说那有的男性 可能做了动感静心之后 那他的性能力得到了提升 那他头天跟他的妻子 他感觉很疏 很对几十年没有过的那种感觉 那他第二天你都不用催他 他早早的就觉得动感静心了 因为他觉得太好用了 对 可能就是我现在 其实对动感静心的 那个需求没有那么大 对 这是他的一个需求 或者有的人是 单纯的是从能量角度来说 因为他相当于 可以每天提升你的能量 你能感觉到 他每天的那种能量上的那种变化 这是一种 就是他是有一定的目的性和追求的 那这是他有一个更高的东西 在上面去吊着他 他就会有劲儿起来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来说呢 他真的是在做动感静心中 他找到了乐趣 他喜欢这个动感静心 享受 他在做动感静心 做到后来 他到 他为什么愿意做动感静心 因为他在平常生活中 他体会不到 他自己变成能量态的那种感觉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可能偶尔会感觉 但是在你做动感静心 做到一定程度之后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你如果天天坚持做 你在做的那个时候 你会感觉到自己就变成能量本身 他就跟能量 就身体或者整个自己也 都慢慢的不存在了 你就会变成那个能量了 尤其是在第三个阶段 你以前做的时候很累很辛苦 等你变成能量的时候 就发现好轻盈 好轻松 越做越有力量 你那个感觉 就像天地之间的能量的那种状态 那种状态 对 他爽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跟你说的再具体 为什么他会做那个状态 他会每天去做去爽 那我们不论男性和女性 在性高潮的时候 你就相当于你的能量 在宇宙中去跳出来了 相当于 你从你的身体里头 有一股能量 当然是 我们不论是物质 还是这种能量态 从宇宙中 再相当于想象 再跳一下 你让你真正爽的 其实就只是跳了那么一下 如果你在多动感惊心的时候 你在第三个阶段 如果你坚持做到时候 你相当于每一次都在跳 你就是整个在活在 那个能量态底下 那个时候的爽 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就是你一直在这个能量里头 在宇宙中 你可以想象在宇宙中 你是不停地像那个脉搏一样 碰碰碰的那种状态 你跟那个能量是一体的 你到了那种状态下 那你就愿意去做了吗 你就发自内心的想去做了 而不是说 好累 好辛苦 对 他每天就会想要做 对 他每天就想 我又可以跟能量在一起 我就感受一种状态 对 所以说 就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就是正好放在一起讲 就是他是真正的喜欢 或者是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这两个都可以 如果你说第三个 我就不想做 我今天就是享受 我想赖在床上这种感觉 也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因为你当下的感受 也很重要 对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在不同层面的感受 都是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的 得到满足的 不能说 我这个层面的 是高一级的 可以碾压下面这些的 你下面这些 躺在床上 赖床是不对的 我因为不是的 每一层的感受和体验 都是得到尊重 像没有就是尊重 你单下的感受 对 因为你在哪个层面 在不同的阶段 你的感受 会变化 会变的 对 你不能站在这里 去想到那里 我怎么没有那种感觉 我想要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那我就很痛苦 那不要 你现在觉得睡在睡觉 睡懒觉很舒服 那你就享受 睡懒觉 你等你有一天感受到了 哦 你就像 那睡个之后 又自责 但其实我就真想说 这些 就是那个头脑的 头脑以为 那我天天这样子 睡可不行了 我就浪费生命了 但其实是 你真的在睡 有一天你就不想这么睡了 对 就是 就是因为 因为我去年有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起来 嗯 做大拜 做完大拜呢 然后就 冥想冥想 然后就看书 嗯 坚持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 后来就 铺子就 就 就 做一天 隔天了 就看到自己这个惰性 就把他回来了 嗯 然后那一段时间 坚持了那段时间呢 就好像每天不做这件事情 就觉得少了什么事情 嗯 就这件事呢 就慢慢就形成一种习惯了 对 然后后来就 做一天隔一天 做一天隔一天 然后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动心就 回到原点了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长不到那种感觉了 嗯 然后这两天 我也是每天早上 就起来冥想 没想到七点那个时候 我也觉得好困难 我就睡觉了 对 但我睡完 我也很后悔 我也很自责 然后我也觉得 我的计划又回去了 我本来就想 明白想 我就想看书 结果就做不到 然后就好自责呀 这个时候 嗯 然后老师刚才说的是因为那个那个那个点我还没有找到 就是那个兴趣点 对 你没有找到 就是一个快乐的点没有找到 你没有找到那个 比如说动态进行 动态进行 我也就很感兴趣的 但是我就发现在三亚的做的那几天 我觉得我的体力远远跟不上 这个时候还死吗 刚开始都 刚开始都是这样 刚开始 我就怎么样就提升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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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力 就是因为你上过去的时候 就就下来了呀 对呀 都是这样的 刚开始你那 你那个 第三阶段 你就做不了几会儿 你就累了 动个几十下 可能就累得要晕了 对呀 就是这样子 浑身就 但是你可能你再坚持的那么 再一几下 你可能就突然发现 咦 整个人轻起来 跳上去了 而且不用费力就自动跳了 对 一般到第四天 坚持做到第四天 第五天 就不累了 然后就感觉就出来了 对 你就是前面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你就放弃了 所以有时候是可以 就顺着自己的感觉 有时候你就是要靠 就是在牵火 你不同的都要去体验一下 感觉也不一定的 就是你 咱们说到动感境心嘛 就是你要在做的时候 你是要有觉察的 就是你要有一个 自己在旁边看着的时候 就是你不要把它单成身体锻炼 就很多人一想到去 去健身了 可能要锻炼了 要做早操的感觉 你要想到每次你做的时候 都是两个你在 一个在做的 你一个在看着你 那这个就相当一个 多意识焦点的一个练习 它重点不在于你 做那些 动作 对 是你在那个早上 每天你只要有一个时间段 你是有两个 我出来的 这两个我出来的这种感觉 哪怕一天只有那么一会儿 对你的意识提升 也是非常大的 那老师这里 讲到这个就很像 我们以前最初的昆达嘛 对 就是昆达里面就是 很多人就以前就说 他是一家那怎么样 他就说很多品牌 他做不到嘛 知识 对 其实他不成交 他更多的不是知识 也更不多的是体味 包括以前我们做所谓的那种挖石 都挺难 对 都要求什么都不要求 其实他有蛮多的金刚座 对 有很多的唱颂 其实你跟着他就显得 你意思就是 然后最简单的那个 Satana那几个 你就打算坐在那里 但是你到坐完一个半小时吧 可能就六点半的时候 阳光一起来 特别看那个永恒的阳光一进来 对 你会觉得 哇 那段时间其实每天睡得特别少 但是它真的是像充电一样的 你中午不休息 就不觉着困了 以前是真的中午不睡 下午根本没法熬得下去 那段时间有一个很深的觉知 就感觉 这真的是 就像老师你说的 它不光是说是简单的 它的体味 它的唱颂 或它的重 包括那天我们在海边的那个 打底座练剂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 跟自己在一起 对 跟自己的那个状态 是也能超过 你做什么形式啊 你要什么样的体味啊 我觉得这一点是 很深很深的一个觉察 对 就是我们在 对 说的非常好 就是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 我在大家做练习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想让大家感受那种 自己的能量的这种状态 对 我们今天也讲了这些 为什么我们去感受 这个世界 为什么它底层是能量的和意识的 对吧 那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学到和做到和围到和行到 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我们很多人更多的是想学 我学到了一个知识 我学到了一个东西 我领悟了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跟你做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就 那我们就还是说动感尽心这件事情 那对女性来说 那好处就更大了 很多女性做过的人 她做一段时间 她就能知道 对 为什么我们21天没有说过 为什么我们在小时内训时要做这个 它 最典型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我们他们在北京做的小伙伴的真实的反馈 就是 那一个已经绝经了很多年的女性 她就做动感尽心 做了大概两三周开始 然后她下个月开始 她突然又来月经了 如果对一个女性来说 你可以假设如果告诉你做动感尽心 你可以永保青春 你的生理期可以一直可以延续很久 那就单单这个 它就会对你有一个触动 你会想 原来能量可以是由自己的 重新在激活的 就是你的生命的这个能量可以重新激活 不是说这个肉体老了就老了 然后就退化了 机能就没有了 那还有的人是 他是因为这个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 比如说他原来有癌症 或者原来有其他的疾病 他跳跳跳好了 那对他来说 那那就不是一个动感尽心的问题了 那就是他生命的灵丹妙药 他就每天都要去服这个药 或者是他把它当做他的能量的一个 补充的一个机制 对 所以说我们回过来来说 你不论怎样的目的和怎样的标准 或者偷懒都可以 但是就是你自己一定要体验到 哪怕是在躺在床上 你也要体验到自己跟能量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你有一种 每天至少有一段时间 跟自己的这个本体的那个能量体 多待一会儿 有让那个链接 就为什么赛斯睡眠法 它不让你睡太久 它让你 你现在分成两段睡也行 三段睡也行 但是你中间不要睡太久 就是不要跟你的意识体离太久 也不要跟你的能量体离开太久 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我一直跟我的能量态待在一起 就是我不要我的这个肉体 我就纯能量态方式可不可以 如果你的认知和状态还没有达到那个时候 那你最好是比较均衡的像现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就是都不要离得太远 如果你进入纯能量态的时候 你意味着 真的就意味着 就是为什么佛教说你一定要进入到那种 什么六根清净啊 或者是说对这个红尘没有欲望了 你再进入这个佛门 因为当你真正进入那种纯能量态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对这个三维世界这个投影 或者这个幻象 或者这个照片的生活 你已经彻底看透 你已经不想在里头玩了 对那你就到了那种状态 它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脱离脱离它了 对那脱离它的时候 假设你的这个情还没有断 你的那个你跟这个三维世界的链接都还有 你还有爱的人 你还有爱的事情 你还有这些东西都还在的时候 你非要强行的进入那种状态 你是不行的 第一你也 它会随时把你拉回来 第二个你进入那个纯能量态的时候 你的内在的这个情绪 就是那我说的情或者情绪还在的话 它会让那个东西放大到你受不了的地步 因为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 是全是所想即所得 然后就等于说放大了你的所有的情绪 和所有的感受和体验的 那你在那种状态里头 你现在这些三维的事情还没搞定 你还为一件事情一下就生气 那你在那里头就会气死 你为一件事情你就恐惧 那里头你会被吓死 你为一件事情你就会乐死 对吧 你看见帅哥你就兴奋开心 哇浑身喜悦 那那里头你想帅哥帅哥就出现在你面前 你会被自己给 就是被欲望给折腾死 对所以说所有的点就在于 如果你还没有进入那个状态 你就不要去贪恋那种状态 你就贪恋在这个三维世界 把它好好地享受和体会 对把它做好 对等你到了那个状态 你到了那个地步了 我们在说那个地步的事情 而不是说我现在就去想去做那个 我只是告诉大家 不要去那样去感受和体验 老师我有一段时间去内观 回应小时内观结束之后 我出来之后 就是每一刻都很当下很快乐 但是我就发现我有好多时都没有 就是比如建筑物这个词 因为有朋友过来要问我怎么走 我就说这个现在现在施工 施工这个词我搜索了半天 出不来 出不来对 然后我在做饭的时候 如果你跟我讲话 我就做不了话 对是的 这是为什么 就是你在脱离了三维世界 就是你对这个 就这个实相的东西 你已经慢慢地就脱离了 对 就是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我们是从小从概念开始的 对 对吧 这是苹果 这是麦克风 这是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那等你到了能量态的时候 它就没有这些概念 概念首先脱落了 当概念脱落了之后 你基本上都是那种能量和能量的 就是你知道什么你都明白 但是你说不出来了 对 你就 就那个记忆也不好完全 然后就算有很多感悟 但是你也不想写下来 也不想说 你只想跟眼前的一切在一起 对 想想想要脱离眼前 不想试试 有什么东西的 没有什么意思 对 因为你的那种状态 在那种能量态 它脱离了那种概念和逻辑和想表达的那种点 因为你就是能量 你就是 你就跟它在一起了 你没有什么要表达 你表达给谁听呢 你表达给谁说呢 你的那种 本身的本质具足的状态 就是当你进入能量态的时候 你就是本质具足的 你就是在那种本质具足状态 本质具足不是说物质上的本质具足 是你能量上的本质 是你的意识上的本质 你各方面的本质具足 你那种本质具足的时候 你还会想 我要表达表达 我要去说 我好像也经历过那个状态 就是你没有哪里想去 你没有什么事情想做 对 你就很定 就完全就在自己的一个里面 对 就是就觉得来什么就接什么 嗯 然后这样就相处 是的 所以说他就是自然而然的 他就到了那个状态 就去体会不同的感受 然后 然后把一生完 爸爸妈妈开始一 他有不同的 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世界 和更高一层的维度 那在更高的维度 他有那个维度的追求 和那个维度的认知和体验 他又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站在这里说 那里是这样的感觉 那你站在那里 他上面还有更高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 他不断的去 不断的提升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你的意识的广度 或者意识的维度的 不断的拓展 只是这样 但是那个拓展 在你没有达到之前 你用你现有的意识 是无法理解的 就不是说 不是说 对你体验不到 是你理解都理解不到 的程度 所以说你就没有必要 白费心思 在那个方面 就像一个还在用猪算 去算术的人 连计算机都理解不了 那你去给他讲 量子计算机 他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他都想都想不出来 他也用不上 用不上 对 跟他也没关系 对 那东西在起作用 但是跟他没关系 就是这样 我们的人生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出在不同的意识层面 我们就体验不同意识层面 带给我们的这个体会 所以比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就是你花一部分时间 回到能量态 有一部分时间在意识层 是的 我们就是来到这里 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能量态 我们本质就是能量态 你不需要去回到这 只是说我们要在这个三维世界 用我们的能量态 去跟 就是等于说 我们是投影的那个源头 我们要跟我们自己投影的这个影子 我们要跟他玩一会儿 我们现在就出在这种状态 对 我们 把自己也投进去 然后自己还在这边投 然后自己把自己也放进去 然后再跟自己投的 其他的周围的人啊 朋友啊 环境啊 再去互动 再去交流 去体验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阶段上 对 他就是这样 你说你回到源头 那源头 在他的那个世界里 有他的那个世界的 体验和感受 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不是你和他 一个投影员和被投影员 一个被投影员又是投影员 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层关系 他就没有这一段了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能理解 能 他不需要这一段了 他就在这一段里头去玩了 那这一段玩的时候 他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更高维度的 在他这一段的 他是那一段的投影 对 但是他不知道 就像你在这里的时候 你没有和明白 你不知道你后面还有一个源头 还有一个投影的东西 但到他那里面 他没有 他不 他不往这边投射了 他投 他 他过了那个阶段了 他往这 那到这时候 他就会看到他后面 还有 还有 原来我不是那个 那个 最终 所以我们在哪就玩 哪个地方的玩法 对 因为你其实同时 你在各个地方都在玩 但是呢 你关注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玩 你在哪里玩 你就在哪里好好玩 不要站着这个山 看那个山 我在这里 我还想玩那里 那里要么是你玩过的 要么就是你可能下面要玩的 那你现在就玩这一局 你就玩这场 我现在整个意识 你要在这里 那我就好好玩这一局 对 对 对 他就给你安排到玩这一局 就好好的玩这一局 就行了 对 不要去说 那边是真 这边是假 然后那边是更高一级 然后这个没有 没有高低 危险 但是 但是我们在这玩的时候 如果连接一些能量 它我们就可以玩得更静性一点 更自由 更洒脱 对 对 我是说 更刺激 我就是想要找到那种状态 我觉得真的很自由 很洒脱 很有意思 很喜悦 那种状态 你要带着自我 不要去破掉 因为你最后还是要通过自我 来感受这个东西 对 这个随时可以切换 对 可以 你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 但是你没有必要说去 破掉什么东西 对 你永远要去建设什么东西 然后创造什么东西 因为 你破不掉 其实你只要存在过的东西 它就永远存在 应该是不是 扩大 扩大 对 拓展 然后去升级 换代 就简单理解 就是说 你想要什么 你就多想 你想要了那些 对 是的 然后在那体验 因为晚上老师分享了 我觉得我听到就是 有些不良 但是今天下午讲的 我还能稍微理个 哦 那我想美好的就好了 是的 你想 往下我就蒙掉 没事 没事 他一步一步 到下午的阶段 就是你只要想你想过的生活 想要的东西 就可以了 其他的你不用去管 因为我们就 就是在这种纠缠态和这种频率态里头 你想要的东西 它就是 跟你想要的东西 它是一套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要勾坚定 对 勾坚定 然后你想要的东西 它那一套就自动就来了 嗯 对 我们把它称之为平行世界 也好 就是同样的道理 跟那个喜悦 有喜悦配套的一组人生 你想过那个 就切换到那去 想过去 对 对 然后 对 然后你现在不想过这种 不开心的生活 或者这种东西 你就卡掉它 你就不要 不要 它就 就转了 找一个有对标的人物 你想活成的那样子 对 所以老朋友能写文记 对 就看到那个 你周围的那样的人 对 他就来给你打样了 他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就是给你做那个 榜样 榜样 让你看到 对 如果你不可 你又羡慕他 你又不想他人家活 没用啊 他突然在手里干嘛 只能让你生气 我又觉得我做不到 对 然后还会自我 还自我评判 他说我不行了 他又打击自己了 变成 他其实是为了激励你的 结果变成打击你的 对 是吧 其实不是嘛 老干着是 老干着是吧 人家明明出来 给你做个好的表帅 人家 像我活啊 像我这样活 你说 我做不到啊 还评判自己 我不想像你这样活 但是我不想像你 这么一直工作 一直工作 因为你还没到老师 那个状态 你觉得 对啊 你 就是因为你的理解 这个理解老师 他觉得给我们 他现在想说 他所有的很多东西 都体验过 他现在就体验 享受体验 他这个过程 那可能我 现在对我来说 我可能想要他那种状态 但是我不想要这么 体验生活 可能我想去 体验生活的方式 又不一样 对 这个就想到了 上一次那个创造 创造财富的那个富翁 很多人 很多人都想要那个钱 但是呢 又不体验那点痛苦 又不能体验这个劳苦 每个人身边 就包括那天 我们周四的 我们那个 对生命说业词的 那本书记说 灵魂办理 每个人都想找一个 灵魂办理 找一个有钱的 但是呢 又不愿意去付出 又不愿意吃苦 天天就觉得 那不是好搞笑吗 你什么都没有走出来 我觉得不是吃苦的 这个事 就纯粹是看你自己 现在想不想做 这个事 那我觉得还是 他对他自己是匮乏的 因为他匮乏 他所以来回的拉扯 就像那个富翁 是他笃定的 你知道吗 是吧 笃定很重要啊 要怕笃定结果不衡 他在做的这个过程中 他是有力量的呀 你不笃定 你一伙这一伙那的 来来回回的 都把自己搞死了 他有几个核心的 就是我们要笃定的 这个点 就是就对那个富翁来说 他不论参加那个真人秀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他笃定的一点就是说 我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是可以 是可以对自己是有激励的 然后也可以顺便帮助到别人的 他对这件事情 有意义这件事情 他是没有丝毫怀疑的 能不能完成 他不知道 能不能达成 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不在乎这个 他在乎的事情 他坚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对不对 而我们在生活中的事情是一样的 我们要坚信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他的事情本身 就意义就在于他的本身 存在就在于他的意义 老师就讲到 像我们那天 读书会里面就开始 很多男的立那个新年计划 很多都是把 就是这年要赚的钱的 那个金额立出来 但是明显的感觉到 他因为他匮乏 他根本拿不到这个钱 千不要讲他做什么拿到这个钱 就他在言语当中 在力量当中就不能体现出 他哪怕用我的直观感官 就觉得他哪怕赚到这个钱 今年赚到他校的那个数字了 我觉得 他最终又掉到了匮乏里面 对因为他背后 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 不是他自己 他自己做一 就打个比方吧 就说他的故事 他这段时间听到一个什么广告 听说是给人家补这种 做什么车 破坏的这种车子 补完了以后 踢一个二维码 随意扫 其实可能一个 说龙华 有一个人就这样做了 结果他就 也尝试这样去做 做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情里分享 今天我还可以看了 他说 他唯一就收到现金五块钱 所以他的黑洞是很大很匮乏的 如果他做这个事情 他是觉得说 我做这个事情 就像我们说种幸福的种子这样 我们种的这个种子 就像我说一起不在这个上 马上要给到你 削一点时间削的东西 但是他自己在做的时候 他这个感觉就不美好了 我就说了说 当下就是最好的呈现 如果当下每一样都带着洗衣 和这样去做可能 但是如果他带着匮乏 还想像一个钩子去钩的话 我相信这个东西也不成就 我已经点到这个了 但是他是 我接受你这个点的 因为他 他给你让老师要你树立了 二二一年 你的今年目标 财富金额达到多少 给自己洗气 画画画洗出来 就画画念出来立表格 但立的这种表格 我觉得没有意义 因为哪怕你计较到 今年赚了多少钱 但是自己内在 他真的是很匮乏 又很空洞 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是赚到他那个钱 像老师说的可能 时间也不长久 这是我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还是 还是 他真的不是用这个数字 或用什么东西来 是真的是要自己带着这份 带着这份洗衣 和这个当下的 去做这个事情 你洗它可能就像 说的不在这个点上 不在那个 不是立刻就有一天转它 也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 带着感恩的去 然后转这几天 才收到五块钱 我也很感恩这种快钱 我也不着想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是我 最大的一个感受 王老师 我不知道讲的 对不对啊 嗯 对 我觉得每个人 他的 想达到那种 内在的丰盛 他需要一个过程 他是 一步一步的来的 但是他没有达到嘛 就是可以接纳他 可以达到 我是 那个做流程的时候 就是我总是会 不是说你要去 充分的去体验你的 那个不好的感受 我总是在这个时候 就怕了 跑就是 怕了 我没有怕 但是我想要 就是当我老是会跑开 对于跑开 没有办法进去 这个怎么搞 你的内在还是不太愿意 经历那些 就是不好的情绪 自动跑 就是那个意识 就集中不起来 对 对 对 那是不是 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 就能做多少做多少 对 你进不去 他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他 那种东西你也不能强迫 就比如说 举个例子 就像跳伞也好 或者是 做那个跳楼机啊 或者什么的东西 那有的人就做不来 就是说 你去体验那个恐惧啊 你去跟恐惧在一起啊 有的人他就死也做不到 嗯 对 就是我想 我在想的时候 我要么就掉进故事里 我要么就是 进不去那个想象不出 感受不到 掉不出那个恐惧的感受 对 因为你当时可能过了那个情绪了 他做流程的时候是 至少当时你是有情绪的 你才需要做这个流程嘛 就当时这个情绪就已经很大了 如果你当时没有去做 你回头再去做他的时候 他效果可能就会差一些 对 如果你只能再回到 用想象的方式回到 当时的情景 然后再把那个情绪给他拉满 但如果你能在当下 就是以这个流程这个工具 如果你能有觉察 当自己情绪一起来的时候 就去做他 那你就效果就会很好 因为他本来就要拉满了 就快要拉满了 然后你只要有意识地觉察 还有意把它放满 给他拉满 那就更 效果就更好 那如果你当时没有 你就逃了 然后你过后你想回来 你再把他激发他 又会再逃 对 那老师你讲到这个情绪 我就想起我们的三亚 说那天不是 那个人 你说你我收到 你收到我的情绪了吗 站起来 嗯 结果你说就不要收了 这个有情绪了 说过后就有一个不认识的 你还就跑出去嘛 嗯 就说老师有没有帮你去解决这个情绪 如果你身上来这个情绪点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跟这个情绪相处 对 是的 对 你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 就把它 用流程 因为当时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这门课 你当时应该用工具把它收回来 而不是把它 扎出去 不是对别人 我们做流程是对自己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我没懂 就是你当你有情绪之后 你在内在把它拉满 你要把它能 情绪背后的能量收回来 收回来 收回来 对 你有没有看这个 你值得这个后面 还没 我还没看 对 你看完后面就知道了 它是个工具 所以你还是找我来聊 我就没办法去支持它这个点 对 他就跟我说 如果这个情绪应该怎么处理 老师 也说看见你是有情绪来了 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先说 放到后面去 他说有没有支持到我 这个点应该是怎么 去把这个功课完成 对 这个情绪本身 你没有什么好坏的 但是你要看到它情绪起来了 然后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把这个情绪 能量给它收回来 收回来之后它的主要的点 就是很多人认为 好像我们需要这个能量 我们需要这个力量 所以我们要搜集它 是的 其实不是 我们能量无穷无尽 我们不需要 需要从他身上去搜集能量 他搜集的这个关键的那个核心的点 是让你明白 你这个可以收放自如的 是在你的掌控之内的 我可以在你情绪最大的时候 在你情绪能量最高上的时候 我一把就把它拉回来 如果我能把一个很大的能量 很高的 我原来控制不了的情绪能量 一把把它拉回来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在一个没有情绪能量 没有能量的地方 我就一把把它推上去 我这个收回来和放出去的 能量的这个主动圈在我手里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并不是说我要把天然能量 像存起来存钱一样存在这里 等下次我再用 对不是有的人 就会便宜说 哎呀就比如一个人辱骂我 或一个人的东西 我反而有情绪的 我就要逼回去 不要逼回去 你要把它在内在把它去释放出来 把它能量收掉它 哇能量收到了 具体是个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要想看到这背后的真相 我想不出来这背后真相是啥 不是不是真相 你在这个收能量的时候 你就单纯的收能量就行了 就是感受这一股负面情绪的能量 然后感受它 对你觉得是负面吗 其实它能量无所谓正负的 是你给它放在那个负面的模板上 它就变成负面的了 对吧 能量它背后那个激光 它是没有正负的 那这所谓的收回能量是干嘛呢 是看到我这儿有一股特别强大能量 这是我的就可以了 是那个像是不想看到 你发脾气或者你情绪失控 或者你不想看到你现在的这种痛苦的感觉 是不想让它出来呀 哦 你把能量收回来 那个事就不出来了呀 哦 你真是说白了 还是发泄会吧 不行 不是发泄会 是 是不在心理上不再去责怪对方 也不平衡自己 然后去感受那个时候 心理的一种感受 身体的感受 是吗 哦 觉察 他倒不是 他倒不是觉察的看这个事情 你们都没有做过这个流程吗 我都感觉 我当时教这个流程的时候我就很明白 感觉你们都没有 我还没开始做 我只做到一起 他刚刚学的那个 刚开始写的 刚开始写的 但是就第一部是赞赏跟那个感谢 感谢没有问题 但是那个赞赏我就有点说 就是很难组组那个赞赏的那个语言 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他背后的能量的那个神奇的地方 看到了你就会赞赏不已 我是还没有完整学那个流程 还没有用 但是就前段时间我自己不觉就是在用流程 就有学的同学他跟我说这就是流程啊 对 就我的体验就是 就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里面 我整个人就是能量我就觉得很抓滑了 我待不住在这个环境里 但是我怎么挣脱 我都挣脱不出来 但我总不能去怪别人吧 或者是骂别人 或者是怎么样对吧 那我就会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意识是出来的 然后我问我自己说 我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我不是对外说事件 然后任何的回到自己身上 然后就想办法 说这个时候我在这里已经做不到了 那我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可以先逃离 我先走开这个办公室啊 我去户外空旷的地方 然后去户外空旷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连接这个大自然啊 然后看天空啊 你的一些宇宙 我瞬间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完全没了 它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就消失掉了 然后你就整个能量就就敞亮 就整个宇宙 我就觉得我跟整个宇宙连接上了 就好像整个人在宇宙上飞啊 在自由自在飞那种很明显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觉得哇好舒服啊 然后就上风上就放开去 然后就回来办公室 就没有这个感觉 我就该干嘛 我就觉得很好 心情很轻松 很轻松 很轻松的状态 很轻松的状态 对 那个就是 那个我不少 这个流程里面 但是这是不是流程里面 还有一个转移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我记得这个话还有听过 我觉得这样转移 对 它的 我们 我们后面到第九章 第九章第十章 就会讲怎么来用流程 用工具来收回这些能量 或者什么东西 那我们到那个时候 它会有具体的方法 我们先别急 你比如过来 前面的这个基本功要扎实 就是要 就是破换嘛 我们今天也在给大家破换 你破换破的彻底 你到后面的效果才会最好 如果你前头不破换 你就不行 对 像那天那个 呃 尼小冯给你做个案的时候 他也一直在讲 他在他在后面的跟我在交流 他跟他说的这个点 其实跟很多人说的点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们学了这些东西 我们不往自己身上套 我们觉得它是别的 它是知识 它是东西 你要把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把自己的人生的故事 把自己的人生的体验 你放进去 说的不是别人 说的就是你 这里面说的这些 情况啊 说的这些事情啊 这些案例啊 这些内容啊 就是你自己 你把自己的故事 放到这个里面去 你的感受体验才会更深 而我们平常就 不愿意把自己放进去 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 就学习的一个 一个小诀窍 就是你随时都要把自己放进去 对 你可以出来看一下 然后再把自己放进去 然后再看一下 再放进去 你这样的做的时候 当你放进去的时候 你的领悟力会比平常 高很多很多 如果你站在局外人来学啊 看他一句一句的话 一段一段的说得挺 还要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刘老师 你说的那个点就是那天 你让我一下收 其实我那里 我一下子还是有情细点啊 嗯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收的时候 我还是内在会有一点点 嗯 会有不舒服的感受的 对 那个不舒服 结果呢 嗯 就是说我的那个人 我们是熟悉的嘛 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没有说公鸡或怎么样 但是那天 我就会跟他 就会跟他讲 我就会说 嗯 以前我是不会 讲出我的感受吧 可能 我那天说 他讲我那个的时候 我说我好愤怒啊 我会讲 我又跟他讲 我说 我说 我自己讲完以后 我就觉得 哎我为什么会去跟他讲这一点 以前我是不会讲 嗯 我会说 哇你那当时那个讲的时候 我说 我有情细上来了 我会很愤怒 嗯 但是我不知道这一点 应该怎么去 这是你当下的这样的状态和认知 你就表达出来就行了 没有什么好坏 对错 等你的境界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你就不会有这种认知 愤怒也 或是些都没有 一定点都不会有 一定也都不会有 情形就是看见 我就是看见 对 对 就不会有这种 但是你现在如果有情绪 你就知道 我现在还有情绪 就承认它 可以 我现在有情绪 对 老师 就是读那个书的时候 就是第一天陪那个 陪他读的时候 对 我身体呀 肚子剧疼 对 然后那个小黄老子 他说我是 身体是不是在抗拒 对 有时候能量没通 就是这样 就是第一天 就是读书 读到那个一半的时候 对 巨通 是 然后通了就有点像晕过去的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天还是一样的通法 但是呢就是没有第一天那么强的能量 嗯 第三天 第四天就是另外一种通法了 嗯 后面就没有了 是的 一定要把自己放进去 把这个自己的感受带进去 然后你疼也好 包括很多其他的身体反应也好 都是我们在就有的一些认知和能量上的 就是我们人为设了很多的卡的地方 堵住的地方 然后这些堵住的和这些卡的地方 他都要需要清理吗 那赛斯呢 赛斯书你就可以 他是时间比较长 你可以慢慢的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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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 可能用几个月一年的时间 他自动的就慢慢给你清理掉了 那这个其他的书呢可能会 没有那么长可能会来的快一点 剧烈一点 你的反应就会强一些 嗯 你最终肯定是要把这些都要疏通掉 你不疏通掉是解决不了问题 就你还有很多限制性的信念 在你的认知里头卡在那里 那你就不可能往下面走得更远 他就卡在那里 限制性的信念 对 一步一步的来 没事的 老师我回到刚才这个话题的前一个话题 想请教一下 是 刚才说 就是 就是 体验这个更高维度的那个状态的自己 然后还有就是 就怎么去走这个过程 嗯 我想确认一下就是说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商为世界 嗯 那 那我们是 甚至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休闲 嗯 要到那个状态 那个维度 但是 是 对 对 是的 是的 那 他这里面的核心的点就是在于 你 想象一下 如果你已经是仙的话 如果你已经是仙的话 你怎么过采米油盐的生活 比如说你是海螺姑娘 嗯 你是不是也要去变给自己爱的人变出一桌饭菜来 嗯 或者你去做一桌饭菜出来 或者你怎么样 就是仙 不是说一种神通或者什么 仙是一种心态 是一种境界 就是说 你就在做的柴米油盐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是以仙的身份去做 你已经是仙的身份去做了 做出来的东西 别人看起来可能还是柴米油盐的事情 但是你自己感觉不一样 别人感觉也不一样 嗯 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说他说那个人匮乏就是 他不论有没有这笔钱 他都不承认自己已经是仙 或者已经是达到那种内在风声附足的状态了 如果他不是发自内在风声附足的状态 他不论得到这一笔钱 没得到这笔钱 他都是匮乏的 嗯 他得到了还会想追求更多 他还是不满 所以他就变成只是追求那个果 但是只是那个体验 对 所以就是比如我们定目标 并不是为了说 我就想象我赚了多少钱 或者是我买了怎样的房子 还是当我有了那个钱 或者那个房子之后的那种感觉 那个状态 我有了那些条件之后的这种感觉 去回来过现在的生活 是的 是的 先把那种感觉状态掉出来 掉出来回到现在的生活去 对 那就是可能有 像一个先过凡人的生活 可能我们之前买300块钱的乘衣 但是我们可以买到500 这人的基础上我们交了一个调 那我们觉得在富足上我们满足 以前说我们吃一碗面 那我们面上加了一个蛋 哎 这也是一个好感觉 我们在不停的升级的时候 是在我们仅有的成绩上 一点一点去加这种富足的感觉 加这种美好的感觉 你可以 但是不是说是 哦 数字一打开数字 但是我真的就做不到 但是呢 他真的做得到的话 他还是 他丢掉那个感觉 他可以定 那个目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他要回到这个 这个点下 就打个比方 我现在这个图书会这个男同学 他现在去给人家补这个车嘛 本来补完了以后 三块五块 如果我觉得他发心做的是 就像我们朋友 他每天去发心做的很快乐 那我就觉得 他也不是说 他吃在哪里睡在哪里 他也很开心 今天来的路上 他还打电话 他在四川很开心 他钱上没有什么钱 但是他很快乐 但是另外这个真的是 我也知道他需要钱 但是他不是说是钱 钱是很重要的 也是那个的 但是他现在就是 天天就会说我每个月要赚多少钱 我每年做计划多少钱 但是他又很 不出那个状态了 那个当下那个状态 他整个人眉头紧锁 整个很压抑 你知道吗 而且别人会说 哎呀 你穿得好看一点 我没钱 我这个T恤就五十块买的 那是五十块钱的问题吗 他不是五十块钱 是不是老师 他不是五十块钱 一件白T恤的问题 那有人穿得很精神 那五十块钱白T恤配的衣服很好看 对啊 你觉得你穿得平平的 你整个状态 或怎么样 就是我们实现的 那个七百块的衣服 它是来加持我这个能量的 就是我再一点一点建立 和实现的 都不是那样 好感觉 好感觉 但是它还是我建立起来的 它不是说飞过来 然后什么都没有建设的 它实现是我内在建设起来的 是你没有老师的能量啊 就是你不是 不是 就是你不是要用通过这个衣服来衬托你 比如我要花一千块钱 我是希望通过这一千块钱衬托我 你要反过来想是 这一千块衣服来是 不是用它来显示你的身份的 对 是你就配的 就是它就是来给你 衬托你的 它是来为你服务的 你这样的你 你这样的身份就是 就配得上这样的东西 它就来 就是这个能量 跟配得感 其实是我 即使是五十块的衣服 我是要穿出五千块的状态 对 是为了这样 对 但是它的状态的核心在于就是 不在于说五千 还是说一千 还是多少五百 是你的那个状态的感觉就是 就一个人有没有钱 不在于说他有多少东西 是他需要 他缺什么东西 还需要什么东西 你见过很多人很有钱 但是他还 他跟你一谈 你说他还要干一个很大的项目 他还需要很多很多钱 他还需要干这个 还需要干那个 对吧 他的个人生活 他已经很富足了 但是他需要我 我还需要 我还需要买一个更大的豪宅 还需要六点二亿 那我还是不够 那我还是匮乏 我还要想办法借点钱 要不你借过点 对 你会觉得好搞笑 他比你有钱 但是他还要找你想办法来弄 对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他的匮乏 他不是 他如果很匮乏 他怎么还能借到那么多钱呢 他因为他匮乏 他就会体验这种东西 匮乏 我不够 我缺 他怎么来到那么多钱呢 他来到多少钱 他都是匮乏的 你不要光看到他的钱 你认为他有了这个钱 他就是富足的 不快乐的 这个真实的东西老师讲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了解 也非常有钱 但是他从来觉得他没钱 对 他上班的时候你吃饭 就希望你给他去给予治 也觉得你喜欢一餐 要心一餐 对 他觉得他 他觉得他所有的东西 他觉得他用钱的地方 比你多了去了 对 你不要跟我这样讲求 很多财富自由的人 心不自由 对 他心上不自由 那像我这种老师把钱花掉 然后又没钱了 就怎么办 你不缺啊 你就挺开心 你现在会有新的钱来了呀 我妈整天就说 你也不 你也不为孩子想一想 你也不存钱 你小孩以后怎么办 然后什么怎么办 所以你妈的信念 就会你的人生 对 但是有时候想想也是 后一我家里有谁生病了 我是没有办法救他的位 哈哈哈 因为你家里人就不会生病啊 就是不需要你准备啊 你没什么好的信条啊 你干嘛 你又没穿着这样的信念啊 反正你觉得自己一个人好 就是人家今天是不是说 你一个人幸福 就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真的 自己也好 确实也很好 你该什么去帮别人 而且他本身就是个能量的状态 你需要钱 你只要真正心去创造 他就出来了 但是我发现我 我花完的时候等一下信用卡 我是可以还一下的 是的 但是要存多又没有 为什么要存多啊 勾用就好啊 就像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说 一切切真所用啊 不为自己所有 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有 但也不是我自己的 我带来就来体验的 对 给多了有长运用的 你要有别的事情 他就会多 当你想干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是要有 要有事情 这个钱要有 用动力 不是动力 就是有事情 钱是拿来来你做事情的 如果你没有事情 要用钱 对 就比如说你就想买一个豪宅 这也是一件事情 它也会配合你来 如果你都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那个钱就不来 对 对 你知道老师在做 就是做二十一间丰盛 以前作业的时候 其中有一次不是算你的支出什么 什么 对 只是发现我的支出很少很少啊 所以我根本都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对 但等到我要去海南上课 需要钱的时候 加入供建者 需要一笔钱 不用来了一笔钱啊 对 对 其实你不用听你妈说的那个 就是你现在没有存钱 没有关系 但是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钱会来 对 它以不可思议的方式 我就享受这种感觉 就是这样子 对 就是我的生命中一直是这样子 每一次我快 钱快用完的时候 又来一笔钱 可以用完的时候 又来一笔钱 我确实没有情况 但是我又不缺钱 是的 就是这样 不缺钱 哇太幸福 这个词特别好 不缺钱 其实这个点哈 我真的是临临尽致 但是它还是恐惧 对吧 真的 我这么说 真的就是钱没断过 然后 虽然是负债 但是我的生活一点都不缺 对 我的物质生活 真的是 对啊 他是知道的 那老师说过 但是我人家欠我们很多钱 拿不出来 觉得我们要去还人家很多钱 但是老师第一天见我 我就说了 它就是个游戏 你不要常去负单 对啊 但是就是个游戏 该来的该去的 它就是让你来吃游戏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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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想 有无数次的体验 对 那就觉得老天就在爱我的呀 你等到体验 你真的足够之后 有一天 你就会完全忽略掉中间的那个緊张 对 你一来的时候 又再玩这老把戏 我还不跟着你紧张 对 你就只想你要做的那件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在的呀 就是你还是要去解决 那个事情都是假的 但是它结果还是会解决呀 它其实一定解决的 对 就是自己是一定解决的 对 就反复玩 对 现在不想玩了 对 就最厉害想玩 对 不想玩了 不想玩就跳出来了 不想玩就跳出来了 就是 它就是这么刺激和惊险 就像你去我跟你说 玩各种运动一样 你就在失控和不失控之间 嗯 这种东西 然后你觉得好刺激 对 对 如果现在给你一大笔钱 你根本就花不掉的时候 你刚开始会兴奋几天 然后马上就会没有乐趣了 然后你会想把这个钱花掉 然后变自己又变成缺钱的状态 然后你觉得 好舒服 好舒服 我就是这样 好好好 感觉好棒 好安心 就是反复地去经历这个担心 然后那个这个 真的是这样 你就是给我再多钱 我一下子几天就没有 是的 就是这样 我就看到了这个游戏 其实就是这样 就体验那个 就是一个游戏 但我还是在喜欢玩那种 刺激的 刺激的游戏 对 它还是当心的 你还没有体验够 所以你还要去当心它 等于你真正的体验够之后 那个担心一来 你就完全会放掉它 自己放掉它 你放掉它 你后面你说 那个事情还在 但是事情在的时候是 接着快靠近那个日期的时候 你会来几天 对 一样解决掉它的事情 说到底就是你想要体验这个东西 对 就想要体验这个刺激 想要这个紧张 然后感觉 然后你也最后也没事 告诉你 噢 去经一场 所以说你下次就玩大的 反正反正也死不了 天天喜欢渣男带来的感觉 对 不是渣男不好玩啊 那普通的男的 他不会这些甜蜜语啊 不好玩啊 你都是渣男 他们听懂啊 我也是渣男 我听渣男 听到渣男 外面听到渣男 这游戏不好玩了 现在不 吸引不到我 是编织到直言的那种 对 就是你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在 但是你自己无意识哦 你现在跳出来了就有意识了 你以前在里头玩吗 那我现在这个学生就跳出来不玩了 对你不想玩就不玩了 如果想玩还想玩大的 你就玩大的就 你不用刻意让自己不玩 对 不用强迫自己不玩 你还是说想玩你就让他继续玩 反正你也死不掉嘛 反正是游戏你也死不了 你到最后反正就是 多刺激最后都能解决嘛 那你就玩一个大的 玩这个刺激的 然后你就不断的升级你的游戏 对 除非你真的不想玩了 你就是这个我真受够了 我这辈子都在干这个事情 不想玩真的不够了 玩够了 那玩够了就坏 你都在玩 然后我就想玩 就可以想就玩别的东西了 对可以 我想玩丰盛 对对可以 对我现在就想玩这个东西了 对那就切换了 就像老师说的 有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以前不知道吗 对 钱是最好使的 嗯 可以表达安 对对对对对 特别好使 特别好用 我现在贴的一把一把 他也贴到我的那个洗手间 那个电子上 对 但是老师 我想每天 记洗手间的第一件事 就跟他表达安 但是我老忘记 快不见他 卡不见他 所以不要为难自己 对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但是对钱没概念这个问题 就是我就是这个问题呀 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难道好像没钱了 才就 对啊 他就想玩刺激的嘛 把钱花完再来 花完再来 对 就是这样 还有很多人在感情上也是这样 分手再复合复合 反正就不断地折腾 他想体验这种感觉 折腾 作 对 好好的日子 他就要作一下 看看这男的多爱他 然后过来他再这么 再作一下 就是反复在这之间 证明你是不爱我 对 到最后终于证明了 终于证明的话 对 满足了 你看我是对的 我是对的 他就是错的 他就是不爱我 我终于证明了 我花了 老师其实清晨 其实他就是一种情绪的流动 对不对 对 就是跟这个世界 我们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你怎么显 你怎么显 他就是怎么演 你就是显就行了 你担心他 他就这样 就是关系 以前什么的 都是可以自己 想怎样就怎样 想怎样就怎样 整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看透他 你就在他之上 想怎样就怎样 你不是在他之下 我们以前一直 活在他们下面 仰望他 生活怎么这样 求老天爷做 你自己有老天爷 你说我改 就在这个一念之间 就行了 世界就发生了变化 好好吧 好吧 我们今天 已经十一点了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对 好的 我们下次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这个电影也很有意思 对 对 好多细节没有看到 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细节在里面 对啊 看了半年看 还有一个都没再看 就一个一个问号 然后到最后再创联一下 然后你都创不到 他首先电影是个倒序的 他电影是倒着讲故事的 他是倒序 然后又穿插了一个两本日记 让你更 对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 到底哪个是现在 哪个时候 他说他有个是讲事情一样的 对 他是倒着讲故事的 他从最 一直往前讲 这样的 然后就穿插 你就会有点乱 两个男主节 他们最初是什么关系 一个是朋友 一个是 两个都是 都是好朋友 就是都想学魔术 两个 开始他俩谁也不是魔术师 学徒那种 两个对 就对魔术感兴趣的年轻人 观众看着看着很喜欢 对 对 然后他俩就都去学魔术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他们先 他们先组了一个团 组了个团之间 后来他妻子死了 就这团也就解散了 然后他俩就分别 在各自组团 就这样 一开始他们俩是 一个团里的 对 他们俩再加上他老婆 再加上那个道具师 那个老头 有时候我会对外国人脸蛮 看着都一样 对外国人脸蛮 有时候是 看着一样 这两个人 还有点儿去 还有点儿去 去比好闹 那个金刚狼 那个男主节 对 金刚狼 金刚狼吗 是啊 那是金刚狼啊 对 难怪他这么帅 蜘蛛侠和金刚狼 那个帅 对太帅了 一进来 哇 这身高 这长相 对啊 对啊 那个对 以前在欧洲见过的人 都蓝眼睛的你 对 真的 太帅 痴迷 真才也好 其实我发现 我突然看到这个人 对 对 其实跟你在一起 或者一个比较高人 那种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会很安静 对啊 你本来就很安静 对 你是表演在闹腾 你的本质是安静 然后你怕暴露自己的本质 然后就故意跟你们闹一闹 因为我的本质是闹腾 然后我表演安静 对 他的本质是闹腾的 其实是 对 那我跟你讲 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他以前不是 不 你以前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我就不认识我 他本质是闹腾的 你自己不认可 我这些年都忘了 我就被工作和生活给那个什么 柔临成这样子 就我以前他们就说我很幽默 然后随便蹦出来一句话 对 就把他都消了 不许故意的 我忘了 我记性好怕的 对 你还有这个潜力 对 找回这几个米饭的 对 要学会幽默感吗 就我们那个《青春永珠》里面 其中专门提到很重要的一条的 幽默感 对 现在我就经常想起我小时候 就是大人嫌我做动症 对 因为我是跳着脚走路的 我不正经走路 我就蹦跋蹦跋地走路 我们练不就练这个的吗 对啊 对啊 你都不用练 走猫步 走猫步 其实你这么说 我去观察我自己 我确实我去到那种地方 我第一个状态就是安静地看 是的 你本质就是 这个拿着都是安静地看 对 看完之后自己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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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正好反过来 傻时候看出来我是闹腾的 跳舞那天吗 灵魂 对 看来 这个要关哪 暴露的时候 怎么关 傻时候暴露的 是海南暴露的 跳舞的时候暴露的吗 对啊 哎呀 关了吗 关了吗 没有 你很久了 我看很久了 只是暴露的 就是淹蓉大夫 还是满轻的 如果是给你 你特别来 我得盲导 世界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